大家好,今天是3月3号星期日,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英伟达成为台积电2023年第二大客户 苹果是台积电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客户,英伟达越居第二 像英伟达的A100和H100这样的复杂AI处理器是由台积电制造的 并由该公司使用其Covers封装技术进行了封装 虽然台积电没有透露与客户的业务细节 但根据美国法律,如果客户占其收入的10%以上则必须披露 据专门研究半导体公司的金融分析师DN估计 事实证明,2023年英伟达占台积电营收的11% 去年苹果台积电向SEC提交的文件中将其称为客户A 占台积电收入的25% 并向台积电支付了175.2亿美元 与此同时,英伟达文件中指定的客户为B 向台积电支付了77.3亿美元 占台积电2023年净收入的11% 他在X帖子中写道 台积电的十大客户去年占净收入的91% 高于2022年的82% 这些公司包括联发科、AMD、高通、博通、索尼和Marvel 苹果多年来一直是台积电的最大客户 考虑到其销量 多年来可能仍将是该代工厂的第一大客户 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没有其他客户占台积电净收入的10%以上 尽管AMD、联发科、高通等公司 近年来一直在加大对台积电的订单 但仍工智能热潮将英伟达的H100和A100处理器需求 推向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也是其增加对全球最大代工台积电订单的原因的芯片 事实上 在2021年到2022年的加密挖矿热潮期间 英伟达就向台积电预付了产能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 像英伟达的A100和H100这样的复杂AI处理器 是由台积电制造的 并由该公司使用及Covers封装技术进行封装 因此 英伟达将台积电支付硅片和先进封装服务的费用 随着人工智能处理器需求的增加 英伟达在台积电收入中的份额可能会在2024年增加 该公司已经预定了芯片和Covers产能 以确保其用于人工智能的优质处理器的稳定供应 AMD今年在台积电净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是否会超过10%还有待观察 该公司销售大量面向数据中心的EPYC处理器 其用于AI和HPC的Instinct MI300系列产品 据说也有很高的需求 因此AMD在台积电的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可能会增加 最新研究 全球超10亿人肥胖 单凭减肥药无法解决问题 根据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项新研究 2022年全球有超过10亿人患有肥胖症 该研究估计了从1990年至2022年 200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年人 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体重不足和肥胖的个体 和综合患病率及其变化 肥胖是一种复杂的慢性疾病 会增加患心脏病 糖尿病和其他癌症的风险 研究结果表明 自1990年以来 全球各地成年人的肥胖人数增加了一倍多 儿童和青少年5至19岁的肥胖人数增加了四倍 数据还显示 2022年43%的成年人超重 此外 该研究表明 肥胖率在许多富裕国家趋于稳定 但在其他国家却迅速上升 2022年 体重不足和肥胖综合比率最高的国家 是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岛国 以及中东和北非的岛国 该研究还指出 尽管营养不良率有所下降 但在许多地方 特别是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营养不良仍然是一个公共卫生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为这项研究的数据 收集和分析做出了贡献 该研究由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 英国科研创新办公室 英国科研创新办公室 创新英国和欧盟资助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赛德表示 需要采取措施控制肥胖率 例如规范高脂肪和高糖产品的销售 以及促进健康的学校膳食 世界卫生组织营养主管FB表示 诸如李莱的M和ZEP 以及诺和诺德的W和O等减肥药 可能有助于解决这种慢性病 不过这些药物的成本和低供应 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不平等 这些药物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但不应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称解决方案仍然是粮食系统和环境转变 好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的美股 上期节目我们分析到了波音 大家感兴趣 这是列表是倒着分析的 那么今天我们从特斯拉的周线图看起 特斯拉在此轮的上涨过程中 还是比较犹豫的对吧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是多头逐渐抬高的这种动向 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就一定会涨上去 因为即便是特斯拉这个图 它也面临着复杂的走势 是吧 不过我们近期的策略是什么呢 我们近期的策略是尝试做这一轮的抄底 同时划好局部的上涨趋势线 但我们知道此轮上涨的难度 要比之前要大一些 好 那么本周的周线K线仍旧是漂亮的阳线 我们看到这有一根阴线 阴线比较小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多头 信心似乎略微增加了一些 这是在周线图上 那我们知道在上行的过程中 阻力趋势越来越多 因此我们肯定是比之前这样的上涨 要降低预期 我们看一下日线 我们明显感受到 上涨个一两天 停顿个三四天 这是比较常见 在最近这几个这几周 对吧 但是空头也没有强劲的反攻 因为空头走过了这么样一个大的波段之后 他也在思考要不要再继续砸呢 还是怎么样 那么这个图 目前我们做的是新一轮的抄底 我们看到日线图 在本周有四个交易日式横盘 特别是周五是收出了阳线 但阳线的涨幅比较小 只有0.38% 那么这样的话 但它还是阳线 它不是阴线 我们说空头的反攻必须得强劲 而且得连续的强劲 那目前的没有 那么这四根日线 K线是一个横盘状态 我们的第一假设是什么 我们的第一假设仍旧是 近期波段的顺势预期 继续往上看 直到大阴线砸破一些典型的趋势线 或者是典型的位置 对吧 所以多头应该继续假设 有望上涨 那么在宏观这个角度来说 近期也给出了一个五浪的下跌结构 所以这也是多头在技术面上的一个 怎么说呢 技术面觉得五浪结束之后 就应该恢复到做多 对吧 所以现在多头也是比较多 至于涨到哪呢 咱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上方阻力区 套劳盘比较多 对吧 好 这是特斯拉 继续看涨 我们看一下U U的轴线图呢 潜在的这种 止跌架构呢 还没有止跌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只能画好下跌之后线 等待它去再次触及较低的这个支撑区 对吧 在这支撑区附近 找到一些止跌架构 再去做震荡行情的多头 那如果它在这个横向的水平支撑区 无法止跌的话 我们就不能去做啊 不能去做多 是吧 好 我们周线呢 本周的周线还是比较强劲的阴线啊 我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 我们发现啊 日线啊 在周三周四周五呢 阴线似乎减弱了一些 那么只要下周呢 出现啊 两到三根漂亮的阳线起来 新的一轮的震荡行情的多头呢 就可以尝试去做多 是吧 好 这是U U呢 这是我们关注了好久的一个图啊 他也没有摆脱这个底部啊 好 我们看一下Roku Roku的周线图 我们先感受一下 Roku的 它也是突然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 但是我们看到周线呢 这三根周线越来越小表明什么 表明空头也犹豫了哈 所以呢 啊 在周线级别 如果下周来一根阳线呢 势必 呃 会带来多头的跟进哈 也就是说新的一轮的建仓做多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 得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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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你会发现 虽然空头变弱了 但是多头的阳线还没有使劲的反攻 没有吧 我们说多头回归至少来一到两根大阳线啊 或者是一根非常大漂亮的阳线 那么紧接着次日呢 多头就会逢低去尝试做多 是吧 啊 我们只是感受到了空头变弱 还没有感受到了多头变强啊 也不对哈 空头变弱了 实际上也是变相的一种多头变强 但是我们对于多头的强势呢 得要求 必须是大阳线是吧 那这里的大阳线比较少啊 或者是没有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根陡峭的下去算画一画 那么如果周一给出漂亮的阳线啊 我们应该在周一盘后啊 或者是这个周二啊 再看啊 他叠不下去就直接抄底做多了啊 当然这个图呢 推货比较多啊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只能低配哈 不喜欢就可以替换到别的图上 比如说ARKK 好 我们看一下PLTR PLTR在本周的周线呢 是漂亮的阳线啊 表明市场呢 还是有意图恢复到一个多头的走势 你看它是一个逐渐抬升的一个过程 对吧 我们看到它盘后啊 下跌3.83%啊 这个并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看看盘前啊 提前五分钟的时候再去看这个 对吧 是收低还是 是跳空低开还是跳空高开啊 你看周线级别给人的感觉 还是要涨的感觉是吧 你看空头比较弱 弱势 那么日线图呢 日线图呢 估计呢 是再次运动到了这个高点附近啊 就是这一轮上涨的高点附近啊 这里呢 给出了一个回落的一种感觉哈 那么回落呢 如果在周一转能够止跌起稳的话 仍旧还是看涨啊 仍旧还是看涨 这趋势线呢 可以宽敞一点啊 不要太近啊 密扁说他在这里横盘震荡的时候啊 他就是个横盘震荡 他不是说暴跌 对吧 好 这图呢 我们再关注一下啊 我们的底线呢 可能会调到22块钱一带啊 23块钱一带 对吧 作为减仓位啊 好 这是PLTR 目前呢 不构成空头的架构啊 空头强吗 不强啊 周五微跌 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周线图 苹果的周线呢 似乎呢 再次给出这样的一个啊 偏阵荡下行的一个洗盘的态势 我们看到多头这非常强 而空头的下跌呢 似乎非常的缓慢啊 更像是一个洗盘的架构啊 所以对多头来说呢 不用过于的恐慌 如果苹果都住超级大顶的话 那美股呢 其实也危险 是吧 所以呢 我认为这里当前仍旧是一个洗盘的状态 而不是一个大熊市啊 好 那周线图啊 是这样啊 我们应该画好下跌趋线 我们在日线图上再看一眼 你看日线图 其实在过去这七八个下跌日 已经有点不想使劲跌的感觉啊 特别是周五这天又抬了起来 但我们说多头的回归 必须得连续的强劲 而且呢 能够去逆转这根下跌趋线啊 或者这这根线 我们再画一个 在这啊 在这逆转了 都可以去加仓了 对吧 所以呢 多头可以看一看周一周二的表现 好 估计快啊 估计很快就要止跌了 这是苹果 我们看一下木头节 木头节的周线图看起来很舒服 是吧 我们说 它是一个偏正当上行的态势 那么过去几周呢 也给出了突破回归指跌这种感觉 那么新的一轮做多 其实现在也还算是正当时 是吧 我们只需要画好我们新的一轮 多头波段的趋线 继续跟着去做就行了 那如果再跌回来呢 那有可能就是无需震荡一下 届时呢 也要看空头的力度 但现在空头的力度比较弱哈 看下日线 对吧 接下来 这纯粹是英伟达财报导致的那几天 然后又弹了起来 你看空头 变弱了吧 不使劲往下跌了吧 周五这天 微跌0.21% 那么这样的话 去尝试突破54块5毛2 就是有有戏的 对吧 一旦摆脱这个前代的大体架构呢 将走到75一代哈 就这个拐点这 对应的阻力区 是吧 现在是50 那么这样的时候 50%的空间 一步走一步 它比较适合做波段交易哈 这个图 那么这样的东西 是4 感谢观看